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人若把自己矿在一定的范围内 就容易限制了自己的思维和格局 人生的志向远大 必然需要格局的支柱 人们常说 格局大的人更能知道 对自己来说什么才是重要的 确实如此 没格局的人看不清楚 就纠缠不休 有格局的人看得清楚 才不拘小截 正如那句话说的 大聪明的人小事必朦胧 大懵懂的人小事必思察 今天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痛苦的真正原因 是格局太小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听过这样一段话 我站在一楼 有人骂我 我很生气 我站在十楼 有人骂我 我听不清 因为他在和我打招呼 我站在一百楼 有人骂我 我听不清 眼里只有万里山河 一个人之所以痛苦 是因为高度不够 格局太小 作家许先生说 所谓格局 其实就是你眼界的广度 思维的深度 追求目标的高度 以及你身上 所体现的从容大度 提高自己这四个度 放大人生的格局 你才能自在从容 有所成就 广度 目光的界限 决定了人生的上限 看过一个齐白石的故事 有一天 齐白石在画室作画 外边有人在吆喝着 卖大白菜 他心想 古代王羲之 曾用书法黄庭经 换了一只白鹅 传为佳画 自己怎么就不能用画 去换白菜呢 于是 他画了一幅画 出门寻卖白菜的小贩 小贩见到齐白石 赶忙招呼他 齐白石从怀里 摸出一卷纸说 我拿着画的白菜 换你一车白菜 怎么样 小贩一听 勃然大怒 拿一张画的假白菜 要换我一车真白菜 想得美 要不是看你年纪大 我非打你一顿 齐白石只好 灰溜溜地走了 后来这个小贩才知道 这老人就是齐白石 这幅画大概可以买下几十万车的白菜 他的肠子都回轻了 可是这样的机会却再也没有了 眼界的广度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 那些眼界太窄的人 就算把馅饼送到嘴边 也无济于事 之前 有个人在自家老宅找到一个瓶子 瓶里装着一些铜钱 这个人为了取出其中的铜钱 把瓶子砸了 后来他才知道 这个瓶子是难送的 价值超过两千万 而其中的铜钱价值不过几百元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几次改变命运的转折点 那些有见识的人 能发现并把握机会 从而一飞冲天 而懵懂无知的人 却只能事后诸葛空于皆探 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我不行 而是我本可以 不是没机会 而是机会在我面前 我却让他白白溜走了 眼界宽阔一点 不要总是把自己局限在小天地里 平时多读书 多旅行 多了解 放大自己的眼界和格局 只有这样 一个人才能在必要的时候 抓住机遇 不留遗憾 深度 思维有多远 你就可以走多远 人生若是没有深度 就很容易流于浅薄 你的见识只能让人抓住机会 而深邃的思维 才能让你将机会变为事业 下朝大臣仪迪发明了酿酒之法 他把美酒呈献给大宇 大宇和其他大臣喝完之后 都觉得甘甜美味 让人沉醉 别的大臣都为此高兴 大宇却忧心忡忡地说 后世必有因此亡国者 并下令禁酒 后人觉得大宇小题大做 重新开始酿酒 结果后来的商咒王 造酒池肉林 夜夜饮宴 最终身死国灭 自焚于摘星台 直到现在 因为喝酒误事的人 依然数不胜数 真正的智者 看问题从不流于表面 穿透表层 他们更能看清事物的本相 明白其中的凶险和机会 相比于常人 他们更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明末皇太极野心勃勃 想要入主中原 有一次战役中 俘虏了明朝重臣红成仇 他希望红成仇 成为自己的引路人 成为清军入关的开路先锋 所以派同为汉人的范文成劝降 当时愿意投降的汉人 少之又少 加上红成仇是明君主帅 大家都觉得希望不大 明朝甚至已经停朝三日 为红成仇举行了丧礼 范文成去了之后 红成仇表示 宁死不祥 断食明治 谈话间 房梁上有些灰尘掉到衣服上 红成仇急忙擦拭 回去之后 范文成报告黄太极 红成仇不想死 连一件衣服都如此爱惜 何况命呢 于是黄太极亲自下场 招降红成仇 红成仇深受感动 最终投降大清 为清军入关 立下了汉马功劳 而洞悉这一切的范文成 后来成为开国载府 位列清代文臣之首 古人云 见微之注 独始之中 见到一点细节 就能知道他的实质 看到开始 就知道结局 这样的人 就像拿着剧本 行走人生 对人生的机遇和祸患 料如指掌 就像是开卷答题 纵然不能得满分 也断不会不及格 高度 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 工地上 三个工人在砌墙 路人问他们在干什么 第一个人说 我在砌墙 第二个人说 我在盖一座大楼 第三个人说 我在建设这个城市 十年后 第一个人依然在砌墙 第二个人 做了工程师 第三个人 成为这个城市 很多工地的建筑商 格局决定结局 一个人的目标的高度 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这个人的未来 作家何全峰说 一个人想到的是 当下我能做什么 这样的人 只能做范围之内的事 有的人想到的 则是未来我要做什么 他们往往可以突破 当下的局限 目标不同 格局不同 成功的可能性 也就不同 秦朝末年 刘邦和项羽 起意灭秦 刘邦的目标 非常明确 就是灭掉秦国 自己做皇帝 而项羽的目标 是复仇 灭秦 是为了复楚 自己做楚霸王 所以 刘邦攻入咸阳之后 不取美女财货 反而把仓库封存 向关中百姓约法三章 赢得天下百姓的信任 项羽推翻秦朝后 在咸阳火烧阿旁宫 降夺金银财宝 然后迁都蓬城 一进还乡 刘邦心里装的是 天下百姓 项羽心里装的是 富贵恩仇 格局上的差异 使两个人 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也有了不同的结局 项羽当时的实力 是刘邦的数倍 但是最终在该下兵败 乌江自问 刘邦却建立汉朝 传四百年天下 曾国藩说 谋大事守重格局 一个人能不能成事 能成多大的事 要看他的格局 花盆里长不出参天树 馅饼也不会大过烙饼 目标在什么高度 人生才能达到 什么样的高度 大度 唯有宽容他人 才能成全自己 一个人站在楼下 看到的是满地垃圾 站在楼上 看到的是山河美景 格局不一样 眼界不一样 看到的东西 也不一样 格局是认知 也是修养 真正有大格局的人 内心火然大度 懂得宽人之道 宋朝郭进 担任山西巡检时 有一个手下军官 诬陷他不守法度 朝廷将军官交给郭进 任由处置 当时 正赶上并州贼寇入侵 郭进就对这个军官说 你敢诬告我 说明胆量不小 现在我不杀你 如果你能消灭敌寇 我就向朝廷举荐你 后来这个军官拼死作战 在战场上大获全胜 郭进也果真推荐他升了官 饶恕对方的过失 不仅是给别人一次机会 也是给自己一次机会 那些动辄牙子必报的人 只会把仇怨越积越深 时间久了 只会是处处树敌 寸步难行 懂得宽恕别人 是一种修养 也是一种高明的处世之道 西汉丞相秉吉 有一次外出赋宴 车夫不小心喝多了 酒醉后呕吐在他的车上 管家想要把他赶出去 丙吉不忍 没有怪罪他 后来边关发生叛乱 边军出身的车夫冒险探听到消息 禀告了丙吉 丙吉得以提前应对 从此更受皇帝的赏识 最终得以慰吉人臣 福泽子孙 蔡根坛有言 以宽容之心待人 心中荣德万物 方能恩责良久 懂得宽容别人的过错 容纳那些伤害自己的人 这样的人才能负责绵长 大智者必谦和 大善者必宽容 宽容不是懦弱 而是善良 宽容别人 也是宽容自己 人生在世 把心放宽 把事看淡 才能凭悠悠之烦 容万事之苦 助人生顺遂 一粒盐放进一杯水里 水马上变得又苦又咸 放进湖泊里 水质却没有任何影响 如果说人生的痛苦是盐 那么它的滋味 取决于成它的容器 格局越大 胸怀越广 内心才能越从容 于丹说 在今天这个知识 不断更新的世界里 我们都在不断刷新 自己的知识结构 但是有一点最重要 就是尽量酝酿一种大格局 一个人格局大了 人生的路才能宽广 顺畅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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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